我已經同意 明年度軍公教員工的待遇 我們會調升3% 但也期免國內各企業 也能夠因為政府的帶頭作用 實質調整所有員工同仁的薪資 院長日前宣示 明年度軍公教待遇將合理調升 請問調升方案出爐了嗎 幅度大概會是多少 是否會勸勁民間企業跟進調升 軍公教調薪最快25日拍板 外見預估上看4% 請問院長看法 謝謝 我們有感於過去一整年 國內的經濟 正在朝正面的方向在發展 為了讓大家能夠共享 這個經濟成長的果實 但這也是全國國人同胞共同的努力 而其免我們所有的公教人員 軍公教人員 我們的同仁能夠繼續發揮 為國服務的精神 也感謝我們軍公教員工待遇審議委員會 已經做出的決定 所以我已經同意 明年度軍公教員工的待遇 我們會調升3% 那也其免國內各企業 也能夠因為政府的帶頭作用 實質調整所有員工同仁的薪資 讓經濟的成長全民共享 那麼也調整實質薪資 提高國家整體的競爭力 那這個程序我們已經完成 我們在事實的時間就會對外做完全最後的定案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將和中國外長王毅會面 溝通避免台海衝突 而美國總統拜登退選 政府如何應對美國大選的變數 牽動台美關係跟台海局勢的變化 臺美的關係近年來持續穩定的發展 雙邊都有共同的國家利益 以及維護這個印太地區跟台海安全的 共同的責任 美國是一個民主成熟的國家 我們相信 美國人民會用他們最高的選擇跟智慧 選擇他們最好的總統 我們也祝福這一趟美國總統的大選 能夠平安順利 未來美國跟世界民主夥伴國家 一起在臣富 維護世界和平秩序的共同責任 行政院政委陳時中近期表示 政府在沿逆每生育一個寶寶 每個月補助3萬元的獎勵計畫 計畫每年約需500億元的經費 是否可行 請教院長 政府持續對於生養的問題 做更多的政府投資跟社會投資 現在0到6歲國家養2.0的政策 我們不論是從增加2歲的幼兒專班 增加服務的時間 也增加公託的時間 也增加寒暑假公託的時間之外 我是請陳時中政委能夠去統合一下 那麼現在如果合理的計算 怎麼這樣有一個整體的規劃 那倒不是馬上就有一個具體的數字呈現 不過陳時中政委在研究的 當然就是政府現在很重視的一個內容 希望能夠因為他們的努力 真正的讓法律能夠穩定 讓憲政的秩序能夠維持 我也肯請全黨同志 再一次的努力 再一次的團結 我們希望我們在市縣的工程上 再次獲得社會的肯定 還憲法一個公道 就讓我們歡迎 我們的行政院 卓榮泰院長上台 為我們進行施政成績報告 歡迎卓院長 總統兼主席 蕭副總統 歷屆黨主席 歷屆院長 李秘書長 各位中常委中評委 中執委 縣市首長 立法院各位委員 以及全體黨員同志先進代表 大家午安 大家好 今年1月13號 奈總統 曾記蔡總統 蔡總統 八年的執政根基 再次獲得國人的肯定 選舉的得勝 在場各位黨員先進 鞠躬絕尾 4月10號 本人受總統的指派 負責行政院的工作 在這裡向各位黨員先進 表示十二萬分的感謝 我們一定全力以赴達成總統交付的目標 謝謝大家 5月20號 行動創新內閣正式上路 我們開啟新時代新階段 國家的引擎 我一直有一個想法 要為過去的老問題找出新方法 要為現在的新問題找出好方法 來落實總統 國家希望工程的治國理念 5月31號 我去到立法院 第一次的施政報告 感謝在場立法院 我們黨團成員們 你們的協助 讓議程可以順利的進行 同時也感謝朝野立委 給予很多寶貴的經驗 我希望 每一次的談話 都是為我們的下一代 找到新的希望 我們在這個路上 讓彼此攜手前進 5月22號 上任的第三天 我知道花蓮的鄉親 正受到0403地震之所苦 所以 我把0403災後重建的方案小組 我親自擔任召集人 我去到花蓮 看看他們還喪需解決的問題 也把謝謝陳前院長 當時很效率的組成的小組 也給予了相當的補助 我們已經增加到將近300億元 我也承諾每個月 我會去花蓮看一次 7月26號 我會搭乘火車前往 我要跟花蓮的鄉親們 一同體驗一條安全回家的路 祝花蓮人能夠永遠的安全跟幸福 打擊黑金槍賭炸 是總統交付給行政團隊的重要責任 所以我們打炸 掃毒 樹灘 清毒跟斷金 從這個五項方面我們持續的進步 我們已經組成了全國反黑 掃黑的樹灘專案 而且我也數次到165的詐騙小組集團 以及很多的工作同仁在成果發表的時候 一一的前去鼓勵 我認為只有堅實的打炸 我們絕不手軟 一定要把詐騙集團的這個大家 深惡痛絕的事情 好好的落實下去 我知道我們的起步比較慢 但是打炸事法立法院已經通過 我們會在新法的指引之下 讓所有的同仁手中握有力氣 堅實打炸到底 給人民一個安心的社會 另外 反毒的事情更是刻不容緩 我們在持續的進行新世代的反毒 也要落實安居忌毒專案 在此同時 我們已經編列了相當的預算 希望拒毒於境外 難毒於外海 解毒於關口 棄毒於境內 我們希望堅決的反毒 能夠真正的保障國人的健康 交通安全 前一陣子社會非常的關注 我們已經責定在今年年底 會完成799處危險的路口改善 2000處省道的路口改善 以及200處學校周邊道路的路口改善 希望確實地來落實保障大家的交通安全 同時道安總動員的通報平台也已經上路 大家可以上網去看一看每天每縣市每個地方 發生了多少事情以及我們解決了多少問題 奧運即將開始 總統有指示 要我們去關心奧運的選手 怎麼吃怎麼住怎麼去怎麼回 所以我去到國訓中心跟他們共餐 總統也去授旗表示鼓勵 前天我也到機場 歡送台灣國手們勇敢的出發 我希望他們能夠風風光光的去 平平安安的回來 披金帶銀的把金牌一牌都帶回來好不好 立法院通過的立法院職權行事法 啟動有諸多恥愛難行跟違憲之處 我們基於行政機關的職責 我提出了副議 也跟總統府立法院黨團 以及監察院先後提出了視線 很感謝憲法法庭已經就暫時處分 做出了明確的決定 現在一切違憲的條文大部分都凍結了 我們感謝所有訴訟代理人 這段期間當中的辛苦 希望能夠因為他們的努力 真正的讓法律能夠穩定 讓憲政的秩序能夠維持 我也肯請全黨同志 再一次的努力 再一次的團結 我們希望我們在視線的工程上 再一次獲到社會的肯定 還憲法一個公道 7月4號 我正式宣布 過去八年來 在蔡前總統的領導下 我們的經濟成長率 平均達到3.15 是亞洲四小龍之首 今年我們預估會達到3.94的成長率 所以要將全民努力的果實 讓全民來共享 也希望能夠帶動民間的企業 能夠實質加薪給所有的員工 所以政府起帶頭的作用 今年明年度 我們將會朝合理的方向 調整軍工教同仁的薪水 希望增加國家的競爭力 跟大家的公平分配 最重要的經濟發展 今年7月18號 行政院第一次召開經濟發展委員會 我們鎖定創新經濟 均衡台灣以及包容成長 三個主題 在第一次的會議 我擬定了三個的決議 第一個 我們會第一個階段 用3到4兆元 投資國家的發展建設 這是一個大投資台灣的計劃 希望帶動台灣再次的經濟起飛 我們要設立一個 具有台灣特色的 亞洲資產管理中心 能夠讓我們的金融創新 但是也造立到綠色金融 跟普惠金融 第三 我們也提令了國家人才 競爭力的躍身計劃 在2028年之前 我們在民間企業 會培訓20萬AI的專業人才 同時引進12萬外國的專業人才 以及喬外申 希望增加國內人才庫 增加我們的競爭力 這三項的工作 我們會持續地進行下去 經濟發展委員會 在每兩個月 我們會召開一次 每一次都會針對 資金 人才 產業 跟社會正義 這項多方面的法案 跟決策 來提供給國人 讓下一階段的經濟發展 有更明確可循的方向 總統在競選的期間 提出了國家希望工程 我們希望以這個國家希望工程為藍圖 落實到每個年度 我們在預算表現出來的 種種的計劃 真正達到人人可安居 處處可樂業的境地 6月20號 在行政院就職一個月的時間 我提出了行動101的策略方案 我們會在總統就職100天的時候 向國人提出一個新時代的新政策 跟新建設 這個會是往後 在總統領導下 對國家最最重要的發展計劃 所以以上就是報告 這幾個月以來 兩個月以來 我們在行政院 在總統的指導下 所做的每一項工作 每一項都是回應人們的需求 都是呼應時代的變遷 我最後的總結報告 就只有這幾點 就是在總統兼主席的領導下 國家執政團隊 會繼續擴大爭取人民的認同跟支持 但最重要的是希望全黨同志 能夠團結一致 支持行政團隊 讓我們大步向前走 拜託各位 所以最後三點 拜託各位也懇請大家 團結一致 我們站在統一陣線 我們要站在和平的第一線 捍衛國家的安全跟主權 不容侵犯 我們要站在民主的第一線 全力維護憲法的秩序跟運作 不容破壞 我們要站在繁榮的第一線 堅持經濟發展 公平分貝 兩者同時並重 這次是未來行政團隊 向總統 向我們全體黨員先制 向國人所做的三項重大的承諾 希望結合我們先進同心 大家一起努力 共享勝利 天佑台灣 台灣加油 加油